原标题 从一名小职员到美国钢铁大王 他是如何做到的 有时候就要赌一把 1835年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13岁时 就跟着父母来到美国创大 由于家境贫寒 卡内基很早就开始打工赚钱 以补贴家用 1853年 18岁的卡内基 因一个偶然的机会 结识了某铁路公司的主管 该主管正在寻觅一名私人秘书兼电报员 多次接触之后 他决定把这个机会给办事 他是聪明伶俐的卡内基 后来卡内基不断升迁 也积聚起了可观的财富 他开始尝试进行投资 到了1863年 卡内基已经在某剑桥公司等多家企业中有投资 投资带来的红利非常可观 于是卡内基开始希望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 当时美国刚刚进行完南北战争 经济发展的障碍已经破除 到处都在大兴土木 人们需要大量的钢铁 这促使卡内基开始向一些钢铁公司投资 当时美国的钢铁制造业刚刚起步 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差 价格高 卡内基逐渐意识到 是与美国钢铁业发展的不是资源 也不是资金 而是技术 于是 他决定前往当时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去取经 在英国的一家子弹制造厂里 卡内基看到了一种新颖而简单的炼钢方式 他能用非常独特且成本低廉的方式 去除钢铁内的杂质 卡内基意识到 如果能把这种技术用于大规模生产 一定会给美国的钢铁业带来质的飞跃 回国后 卡内基就着手尝试这一新技术 同时 他也深知美国传统钢铁企业的弊病 生产经营极为分散 从采矿变铁到制成成品 中间需经过许多厂家 致使最终产品的成本很高 质量却很差 他决心建立一个囊括整个生产过程的现代化钢铁公司 可是这样做需要巨额自己 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人敢这样做 在深思熟虑之后 卡内基决定好赌 一把将自己的全部家大 以及借来的资金 全都投入到钢铁事业中来 卡内基开始在匹兹堡筹建一家钢铁厂 这家钢铁厂的面积相当于八十个足球场 是当时的世界之最 就这样 卡内基把全部身家都压到了钢铁厂上 身边所有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天有不测风云 1873年 正当卡内基全力紧赴营建钢铁厂时 经济危机不期而至 美国股市全面崩溃 经济大幅衰退 卡内基不得不靠四处举站来维持生产 1875年8月 在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 卡内基的巨型炼钢熔炉 终于成功炼出了钢 不久 他的钢铁厂就开足马力 全面生产 使得美国的钢产量直线上升 钢价降幅超过80% 匹兹堡从一个无名小镇 一跃成为美国工业重地 卡内基也因此成为美国工业史上的钢铁大王 有趣有料 有深度关注公众浩涛历史 和替军一起读历史作者 王健英来源百家讲坛 杂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